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聰敬我 我要收看下禮拜日下的新聞插詞 台三先向你三次內立報道 在禮拜二先來關心 台中山上董事的交通問題 台中是董事加加舅技師 風刺如來出業 一十年前的 求他們的台體統 董事團三國的窄情 跟進出 有其董事 就面對無路好出業的感受 對他們的三年起司 和同富外套新建工廠區 就有幾百的動風快速透露 跳到外套時後 對他們的體態風光動作 先用開龍的風刺 引發空襯 十六年來 經過三百的反擊評估 三百復工 經驗出一本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渣少反片天然 聽錯外套過來 重新做反片 東風快速透露 將短短的九點三公里 有否警告十六年來 客戶不好洗腦 來看我們的報道 我希望開一條壞壞壞的路 不可以開一條壞壞壞的路 不可以開一條壞壞壞壞的路 就是動工以後 其實這樣子走走停停 其實居民覺得說 其實有點沮喪 坦白講他們其實求這條路 缺了二三十年 全國和平 全安撤毀 全安撤毀 全概率 對潘里幾個月到今三十年 麥康正的四十年 的董事府院 審法券快速透露 今年台本水國航政法院 插舌反品 官司淑泰台總市政府 和三年間重新提送反品書 又再過了一百年 那這條快速道路 當時在定線的時候 其實就很多的一些 這個路線上的爭議了 從去年的十二月部分 因為環評部分的爭議 遭最高行政法院 它有做成這個 這個撤銷環評這樣的一個判決 所以環評不成立 那等於建設的部分要重來 那當然我們環團的立場 是認為說 林佳龍你在選舉的前之前 你既然已經承諾 你不會再走這個隧道路線 那為什麼你會把之前的隧道案 在這裡又重新來提 而不是重新提一個 所謂的替代方案 所以才會經過我們第三次的 提起撤銷環評訴願 一直到行政訴訟 最後也經過了 這個高等的行政法院 經過兩年來省民聽言 廣場聽說重去販品 在一月份我們就重啟這樣的一個 採購案件 那三月份有新的這個 環評的一個團隊出來 那在四月份就把新的一個路線送進 這個台中市的環評審議委員會 那環評委員會也開了兩次 那這一次送的這個路線主軸呢 就是以當時國公局最早的總和評估裡面 最優選的一個隧道方案 一百年縣市合併 爭取到這個案子之後就開始規劃 然後規劃的時候就以這個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有五個方案 那最盜只是其中一個方案 而且是最貴的方案 其他另外這個民眾比較希望的 像走大甲西北岸或是走大甲西南岸 那是民眾比較希望的一個 合體共購的方案 歷史口秀情就安多年來 所有反評書百年沒做的 打過安多官司 東風快速路的反評案 那些黨秀書有保留 反正的相關處理 台中市政府基金結庭路線 本組五十八案 鐵岩壹對公路平山區大甲西南 國家航國沙江師去 鐵岩壹順戴高橋南安行 鐵岩壹順戴高橋南安安行 鐵岩壹順戴高橋橋南安安壹順戴高橋 落去董事四期 全創9.3公里 綜合工廠金費89.3英英 清台整理和鐵岩壹順的三濃團 而經過鐵岩壹團反評 台灣生態候fi理事長 雍貝正英語 他在順向三派並不合適大甲西南 那我们看到这个隧道口 那这边就有好几棵非常漂亮的香兰的老树 这边它出来就会把它砍掉 那从他们过去的还收书的地址的说明里面 这附近有很多的顺向坡 但是他们硬说在这个隧道口的地方没有顺向坡 会选隧道方案 除了国工局当时的一个规划的基础之下 那另外我们也考虑到说 在这个地方段成带多 地表列迹也大 走隧道段它是影响最少的部分 那另外不选隧道 其他两个方案都会受到石岗坝附近的水质水量保护区 这样的影响 教育实验员区 它现在不是在打风源潭子段 这是风源潭子段 然后它就有一条顺着是往这边 公老平 对 就是 根据微信在那里的过头时候 风源亚节路面 风源潭子团的工厂 已经突然随隧 那一带一张大桶 一口三龙的喜好间 全身安身为头 明贵一百一十一年完工 我们这边看到的背后就是国道四号 那现在国道四号到了风源的尽头这边 现在有两条路 一条是往南的叫做潭子段 现在已经在施工在挖隧道 一条是预计往东 就到东西的叫什么叫延伸路 那现在很明显的 它的这个施工方式应该是两个隧道会并在一起 不管支持这一条路或反对这一条路 其实我们都希望它是能建构在大甲西河床公共 就如同国道六号一样 对 那建设局他们那一边是说 有地震带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答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国道六号它是也是建构在一个断层地带的河床 东方快速路清早贵马 踢退路线中区有因子安内 除了向公路平衡山路 向保安的通腿山仙 风湿路区先 东方六号 顺带台阁河南片 也在北平的北约条 数多洋向清台沙发机密件事 应该要向台阁河合巴顺 某本由他的浪梯变多学校生地 到下本我说出口到我们牌 我开车没 Cold 开车我开车 开车 开车去因为HA car 山外皮就不像 因为在河边都有 这村 我们在河边偷有 week 是这村就好了 该 storms 时间都很好 它现在也开到不留 这种人 такие通人就靠hr lot 因为我们这 commits Iowa 基本上因为越以往czy 这条路要开就掉了 的很漂亮的就很好看 看那些人的殘留 真的是亂四八糟 而且這個路又是外國出席 真的是這樣 我們不是做動 因為真的有地方好開 不是我們動路 東風快速路的鐵神堡 竟然很好 前山堡堅持到山龍的規範 而竟然有天林集團的反應 和鄭孫敏建的鐵仔堂 一切沒辦法結結 那些是鐵仔堂 鐵仔堂站起來 很頓地鐵仔堡 火巴虎 最遠的距離這樣感覺 其實很近 感覺就是好像可以開通 石頭鋼魚 奇怪為什麼都在那邊 都不動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看到燈光 看得像東江 但是石頭鋼是不能用 感覺也是很揪心 就是覺得奇怪那台橋怎麼斷在那邊 那麼久這樣 台八線上面到 峰市又要轉到東四大橋 假日如果下午3點多 就開始塞車 那你轉那個紅綠燈至少要20分鐘 它可以塞到 我們已經快到那個 河濱公園入口那裡了 對 所以其實你如果國高4號 東風快速道路通車的話 事實上它分流好的話 它直接上快速道路 其實它也可以減少觀光塞車的那個問題 短短的舊公園的快速路 事實上的京都十周十庭十六年 對董事殺光兩天的機密 對於艱苦 董事起床王皮鎮 會感到散散的董事先求 在他出機的 你三年前 救你的台梯桶的宅情 因為董事年 而逗一條向我救救台路 做不到彈槍醫師 台三線出現 坦白說 因為921地震當天其實都是 它是在深夜 都是整個地震的結果 我們只知道說很嚴重 天一亮的時候發現說 要想往外跑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車子開到東風大橋走不動 往北也走不出去 那我們其實都是 就真的像一個孤島那樣子 日本屬於董事社台灣三台林役 四山梯其中一類 在附近鄉鎮的中心 和獨自發的工廠 因爭同群立片 好三年上菜出場特殊 沒有很沉頭路 中途不開 單單的路人家 柴天檸檬店 香港有一條航海鎮 航海立片的台路 沒有聽說好三年 做得航海鎮全都加油 四月份我們的佔總人口比例 我們東市的人口數是 五萬零一百一十一人 可是我們的老人比例是 老人的人口數是 九千六百七十八人 所以它佔我們的比例是 十九點三億 是全台公司之冠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 其實基本上也是因為 我認為就是 年輕人他必須要到外地工作 那一回頭 台中市返先搞頭 正在南六兩棟窮 台中市政府認為 年始兩十件會計算下來 其中東方快速路 在萬聖台台中 三海鎮去交通建設 追命一里路 還要散場提起的佛品董事 那一鎮去 不但將有一條第三線 也不是你行殺散路 那一個就是現在國市聯絡到 它要接我們七十號快速道路 可以把台中市的東端 可以很快地接到上面去 然後往國市走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現在 中青銀交流道 節七十號 不要讓大家做平面上去 它可以做一個立體交流道 直接上去 那這兩個呢 將來都會 可以匯集到國市 那國市呢 到尾端就是我們這條 東方快的一個起點 當初去環評過後 台中市政府的朋友 兩年內完成環評案 希望親家和民貴 113年代簽完工 我們現在面臨的就是 我們希望在兩年內 我們能夠把環評能夠通過 那兩年如果能順利的話 我們選線確定了 那我們在進行後面的一個工程裡面 我們應該有這個把握 也能夠在市長的任內 我們可以啟動 不管隧道標或後面的一個路公標 我們希望這條路 能夠繼續再往後 展開它的一個興建之路 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原來的這個隧道的方案 相信也會經過非常嚴密的 這樣的一個審查 那如果環評委員 有任何的違法疏漏 我想也可以比較之前的案例的審查的結果 如果他沒有提出這些的話 我相信他們要讓這個環評能夠合法的通過 還是有它的難度的 按多年內 東方快速錄三百販品 剛才看到三龍工廠的天衣集團販品 三下樓的販品和副公 提供標準不改變 口秀情安算 國管難途一國 其建議台中市政府 要重新考慮替代的方案 因此為真正合法順窮 讓它做得做的 那既然進二階販品 你就要必須做更嚴密的 一個地質的調查 或者是替代方案的選擇 那替代方案的選擇 其實一樣可以回到當時 胡志強時代他們所提出來的替代方案 如果能夠這樣子 我相信應該是可以平息這麼多年來 在地居民和市政府之間的一些爭議 環保團體還是會有一些質疑 會認為破壞生態 或者是不是最優選的方案 那這個部分我想在市長 我們新的團隊 其實我們最關心市民 也重視大家的感受 所以我想這些部分 我們會好好跟地方再做一些說明 如果我們從這樣一個道路的規劃 到它的整個的評估 跟這個整個變遷跟運作的話 我真的覺得這條路 真的是非常嚴重的政治決定性的 這個一個道路 而不是真的是從實際的環境的概況 跟它應該怎麼樣做 最符合我們的未來的需求 近郊三百亭國復工 一條東風快速路 四周四庭四庭四庭面 由下來的團體變成立場比 三下來的繁平同復工 又沒有的政府 和繁波團體的新戰場 其實董事實說幾米最愛的 不過注意一條 有安全 有做得夾夾中的家用的態度